各位,你有没有经常看到过一些贩卖焦虑的文章或者视频啊? 动不动年薪50万就是标配,动不动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。 很多人通过反复渲染一些极端案例, 让本来打算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的人变得焦虑万分了, 恨不得一夜之间都能成为马铃银。 那年薪50万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? 毫不夸张的说,年薪50万几乎碾压了99%的上半组。 有数据显示啊各位,上市公司的高管平均年龄达到48.6岁, 平均年薪为44.7万元。 那你认为国内本科以上许例的人数目前占比多少呢? 答案是不到4%。 当时美团盲星说出这个数字,众人一片哗然呀。 有较真的人,从网上下载了1998年以来本科以上毕业生数据, 核实后发现确实没有超过4%。 那你再猜中国有多少人没坐过飞机呢? 答案是实用。 我们看到别人的朋友圈有几张海岛游照片, 就以为人人都活得这么轻松。 看到几个毕业才一两年的年轻人买房, 就真的以为买房就很容易嘛。 就像这张图一样, 威良王子正独卸的向谁比忠实,对吧? 但从正面看, 其实它只是比了个三。 你看, 换个角度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。 缺乏判断力, 只会让一个人迷失在虚幻的异境世界当中, 所以大头不必焦虑, 并不是所有的焦虑都会转化为动力。 时序的暴露在压力或者焦虑的环境中, 不仅无助于成长, 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。 但是, 你焦虑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? 有人说是因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不匹配。 其实我想说啊各位, 现在大部分人焦虑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点, 那就是没钱。 如果真的因为钱特别焦虑, 我建议大家去读一本《富爸爸穷爸爸》。 这本书教会我们认识, 什么是资产, 什么是负债, 个人财务状况如何评价, 怎样让钱为我们赚钱, 如何才能达到财务的自由。 看完这本书之后啊各位, 你会真正的了解到, 穷人为什么穷, 富人为什么富。 如果你想获得这本纸质书的话, 可以在这里获取。 最后啊我想告诉大家, 路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, 千万不要着急, 脚踏实地的去做这件事, 一步一步推进, 事情每做一点, 焦虑就会少一分, 坐着坐着, 也就有出路。